生活中有时候悲伤,有时候快乐,都是生命的一种状态 坎坷和艰辛,隐藏着本性和悟性 所以只要你认真的体会生命的真谛 你就会笑着面对悲伤 悲伤会化为动力,要用释出世间法去看淡人生 我们要让烦恼随缘飘过 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很多人爱过你们 在学生时代都有很多小朋友相恋 这些都是缘分,随缘而去,随风而逝啊 所以让烦恼随着你的人生之缘慢慢的飘过 承受一些人间的苦痛,就是消业障 吃的苦越多,消的业障越多 我们要抓住自己的本性 才能冲破人间的烦恼 掌握好人间的契机 让自己的心重新光明 从新的让自己的心点燃起一盏火灯 台长告诉过别人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盏明灯可以照亮自己 过去每个人有一个火把 照着自己的路 台长告诉他 你把这个火把点燃了千千万万人的心 当你这个火把的火熄灭之后 众生的火把照亮 照亮着你前进的路 所以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救度众生就是救度自己 救度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